一部升降機, 兩個女人, 兩粒鑽石, 兩把截刀, 三個人 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你猜猜會發生什麼事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jo, 歡迎大家來到《奇案迷情》 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個貴婦曬巨型專家曬出禍的真實案件 這宗案件雖然香港警方已經抓到遺憾, 並且已經判刑 但坊間, 甚至連大名鼎鼎的翁靜貞大律師 都覺得警方抓的這個人, 並非真正的兇手 而翁靜貞也嘗試多次幫這個人翻案, 可惜到現在還未成功 那這宗案件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警方為何要將一個可能不是兇手的無辜市民入罪呢? 所謂財不可露眼, 如果你身上有些貴重的物品或巨款 最好不要那麼張揚, 以免惹禍賞失 不過有一對富貴姐妹花, 因為她手上的巨型鑽石太搶眼 繼而招惹到殺身之禍 這宗案件發生在1998年 有一對來自台灣的姐妹花非常富貴 她們在香港從事中港貿易生意, 擁有多個豪華住宅單位 或者你想像不到她們的有錢程度 她們本身就住在淺水灣, 錢多到可以在銅鑼灣百德新街海濱大廈三樓 買一個單位給媽媽居住, 方便她在市區出入 而且她們還經常購買貴重的首飾 平時也毫無避忌地帶出街 誰知有一天, 她們手上的巨型鑽石就惹出獲了 1998年3月20日下午, 她們去探媽媽 姐姐周台娟, 手上就帶著一隻十卡的巨型鑽石 阿妹周台亭手上的那隻有八卡 她們的戒指總價值大概是五十萬 在媽媽家之前, 她們先去銅鑼灣時代廣場買洗衣機 選好要買的型號在填寫送貨資料的時候 周台娟就不小心露出帶在左手 切割成水滴營的十卡金黃鑽戒 這個時候她們沒有發現, 解圖已經在暗處虎視眈眈 由這一刻開始, 這對姐妹花就成為了匪徒跟蹤的目標 她們購物完之後, 就開心地走去媽媽家 那個年代舊款的升降機需要人手開門 下午四點鐘, 兩姐妹就在大堂等升降機 當電梯抵達的時候, 她們就將門打開 這個時候, 一名住在六樓的黃姓男子 亦都跟她們一起走入電梯 當時, 姐姐準備將升降機門的時候 兩個穿T恤牛仔褲的男子也匆匆地步入 大家各自按了樓層之後, 電梯就慢慢上升 這個時候, 後來進來的那兩個男子 就突然分別在懷中, 拔了一把三十厘米長的摺刀 大聲地說, 打劫! 學令兩姐妹就脫下兩隻鑽隔 誰知, 兩姐妹就不單沒有服從劫匪的指示 還一起反抗 那個黃姓男子已經嚇到 就縮在電梯的某一個角落 當電梯抵達到三樓的時候 她就立刻趁機拉開電梯門逃走 而且大聲呼叫 匪徒就怕她的叫聲會引來其他居民的注意 所以就刺了她一刀, 刺中了她的左小腹 不過她最後也是成功地逃脫 這個時候, 打鬥聲就越來越激烈 兩姐妹的媽媽聽到呼叫聲 就立刻走出來查看 才發現兩個女兒正在與匪徒糾纏 她就很擔心 匪徒見狀可能猜到她與兩姐妹的關係 所以就轉移目標 向她媽媽作出攻擊 眼見形勢危急 姐姐周台娟也不顧危險 以身軀擋著媽媽, 免得她受傷 匪徒和她糾纏多時, 都是拿不到的轉介 老修成路之下, 舉起利刀急向她 周台娟的胸部、背部和腹部至少中了九刀 其中一刀更加插入她心臟 她血流如注, 倒地不起 匪徒傷人之後, 並不罷休 他們將周台娟拖出電梯 並且開始搶她手上的鑽鑽 不過鑽鑽鑽鑽她的手指 一時間拔不甩 所以兩個人用刀撬開戒指托 搶了十咖鑽鑽鑽 不過她們不空再搶阿妹周台娟手上的八咖鑽鑽鑽 得手後, 她們就沿樓梯逃走 她們三人在樓梯處撞到三人 分別是畫室的職員 百貨公司的職員和保安人員 她們三位當時沒有意識到這裡發生了 前刀搶劫案 所以當時沒有攔住匪徒去路 事發之後, 周台娟已經重傷 幾乎失去意識 妹妹和媽媽仍然驚雲不定 鄰居聽到聲音之後 立刻替她們報警 並且將她們和皇姓蘭子緊急送禦 周台娟因為傷勢嚴重 再加上別吉中要害 所以46歲的她送院之後 就專告不治 警方在現場找到一包紙巾和一副眼鏡 懷疑就是匪徒所留下 妹妹手上的那顆八咖鑽鑽鑽 雖然是保住了 不過她就永遠失去了姐姐 令到她和媽媽都非常傷心 發誓一定要協助警察 捉拿兇徒歸案 於是她們落了口供之後 就憑著記憶做了一個拼圖 警方就由有犯罪紀錄的人下手 就拿出了超過一千張照片給周台娟認人 周台娟將照片一張一張看了之後 就抽出了其中一張 上入邊這個人就叫余偉發 當時29歲 她是一名鋁槍的安裝臨時工 之前她曾經因為偷竊罪而留下案底 在事發後的兩天 警方就在大角咀的一個單位裡 逮捕了余偉發 她在落網的時候就拒絕招認 並且說自己沒有做過 她在警局被人鎖在椅上 拳打腳踢 她否認犯罪 並且說她當時在家裡睡覺 也曾經用過家裡的電話致電朋友 在記錄了第一份口供之後 警方就告訴她 死者的妹妹和媽媽 都在認人的過程當中 認出她就是兇手 余偉發再次被警方鎖住雙手雙腳敲物 她雖然一再否認指控 但她遭到殘酷的毆打 最後她受不了 就被迫認罪 她就說 不要再打了 最多我認 這個余偉發的家境 就不是很好 媽媽就是靠展線投為生 賺不到多少錢 她媽媽只有她一顆兒子 教育程度不高 讀到中一 之後就出來打工 她去學習安裝旅窗 賺到一些錢 每個月她都會固定給家裡三千元的家用 她媽媽就認為 這個兒子的學歷雖然不高 也曾經做錯事 但她非常孝順 絕對不會因為搶東西 而狠毒地殺人 余偉發當時就以為 上庭之後 就可以說出自己被屈打成招 和自己是沒有犯過罪 所以當她被警察打到她真的忍受不到的時候 她就認罪 但當警方問她 鑽石、胸刀和血衣丟去哪裡的時候 她答不出 又被警察打一刀 終於在警員的引渡下 就編造了一個故事 錄下她認罪的第二份口供 她就說 口供所有的犯罪情節 過程都是由一個沙展講完 她只要我答系 明白 然後就要她對著錄影機來說 警方終於在案發之後的三天 在休氣花園 就搜索案中被劫鑽石和派水鬼隊 去到大角咀碼頭對開的海底搜尋空都 但就一無所獲 現在這宗案件有證人 疑犯都認罪 但物證找不到 後來警方就要余偉發 供出當日的同黨 她就說了一個姓譚的男子 不過警方在偵查之後就發現 對方在案發的時候 根本就不在香港 雖然找不到另一個疑犯 而且物證也欠缺 但警方都將余偉發告上法庭 1999年5月14日 余偉發在高等法院 就被裁定謀殺、搶劫 有意圖傷人等罪名成立 判處終身監禁 當時法官還罵她說殘忍冷血 作公態度也毫無負義 余偉發被送到監獄後 周台庭也寫了一封信 公開讚揚警方很有效率 盼望的速度很快 不過現在就輪到余媽媽傷心欲 因為她深信自己的兒子清白 雖然她行動不便 但是她堅持去到石壁監獄探監 余偉發對探監的媽媽說 我想當時認了可以不用被人打 在法庭上不認便可以 誰知恨錯難犯 在2001年她已經在獄中度過了 6年的艱苦的日子 當時35歲的她說 沒有一天可以一覺睡到天亮 她不想含屈而終 她在2001年上訴 和申請向終審法庭上訴 都告失敗 但是她也不斷寄信給外界求助 可惜也沒有回應 到了2004年6月 她再次去信申請重審 表示便方律師也沒有盡力幫她辯護 導致她含冤入獄 拘留期間由法援處委派 幫她辯護的大律師 也沒有跟她親自會誤 她將案中被屈打成招的經過 就告訴律師的職員 要求翻查案發時候 她在家打電話的記錄 又指示律師在庭上 為她提供這項重要的不在場證明 不過律師跟她說 這些資料都沒有用 這封信余偉法足足寫了五頁 裡面提到案件的好幾個疑點 我們來看看案中的疑點 第一 余偉法案發的時候 在大角咀的家裡睡覺 期間她曾用家裡的電話打電話給朋友 警方為何沒有查電話記錄呢? 案發地點在銅鑼灣 她在犯罪之後 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 回到大角咀的家裡打電話給朋友 但為何這麼重要的證據 當時警方律師忽略沒有作為呈堂戰功呢? 第二 警方在案發現場找到一包紙巾和一副眼鏡 上面都沒有餘偉法的指紋和DNA 但是她們在紙巾和眼鏡 是驗到另一個人的DNA 那這個人現在在哪裡? 為何警方沒有拘捕這個人? 第三 證人描述 兇徒的面部特徵和餘偉法的特徵不相符 門牙有一條很闊的牙垃 額頭是呈N字形 額頭上的頭髮稀疏 這些重要的特徵都沒有被證人提及 另外周台廷在反抗的時候 曾經咬傷過兇徒的手臂 不過警察在逮捕餘偉法的時候 餘偉法的手臂沒有任何傷痕 第四 畫室的職員 百貨公司的職員和保安人員 也曾經被安排去警局認人 但是沒有一個人認出愚偉法 他們之中甚至有人表示 疑兇根本沒有在認人的行列中 死者的母親在認人的過程中 曾經有人跟她說話 過後她就指出兇徒就是愚偉法 這個我們不排除她是受了某一些人的影響 才指認愚偉法是兇徒 愚偉法的案件 終於獲得當時的立法會議員 梁耀忠和一班社會人士的認同 就幫她搜集新的證據 在電台擔任靈異節目主持及嘉賓的陳雲凱 以及與死者有親戚關係 危險人物的作者兼律師翁靜晶 也對這案非常關心 他們就與警方拿回當年的案件紀錄 包括證人的口供和認人紀錄 也申請拿回所有的呈堂紀錄和還未呈堂的資料 就打算將這些資料整合後 就呈交給特區政府 希望當時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運用得權 發還重審給她平反冤辱的機會 不過翻案的過程就沒有那麼順利 陳雲凱在搜集證據時 警方曾經將她請回警局問話 就問她 你這麼關心這案,你有什麼企圖? 警方會不會因為有某些事要隱瞞 所以就故意阻撓查案的人 余偉法的上訴其實有很多合理的疑點 不過上訴庭就說警方落口供的方式沒有不妥 而且原審法官在處理這案件時也沒有爭議 另外死者妹妹在案發時近距離和兇徒對抗 當時的光線速中 而她也可以在案發後幾個小時內 由上千張相片裡認出余偉法 可信性很高 上訴庭甚至指責 上訴律師不應該被被告 只是提出她自己想說的話 她應該有合理的論點才對 對於余偉法坐牢這件事 最傷心難過的莫過於她的媽媽 在余偉法入育4年之後 她的爸爸離世了 連同的母親沒有了個盤 更加淒涼落幕 來到上訴的年份 余偉法的媽媽已經76歲 記者訪問她的時候 她不斷重複說 我兒子是無辜的 她沒有殺人的 她表示兒子被捕的當日 一班警察衝入她家 不分緣由 就把兒子暴打一頓 當時她又心痛又怕 寫著問兒子有沒有殺人 而余偉法 當時很肯定地跟媽媽說 媽媽我沒有 白髮斑斑的麥如媽媽 不僅雙腳封濕 而且是靜密曲張 平時回家的時候 需要走一段樓梯 她都會覺得非常痛 那麼多年來 就算她的腳不是很方便 她都堅持不斷地幫兒子伸冤 每次回到家吃飯 見到桌上爛爛青青 只有她一個人 她會擺放著 黑有她兒子的名字的筷子 陪她一起吃飯 雖然兒子已經入獄多年 但她始終沒有動過她的物件 因為她經常覺得兒子有一天會回家 她掛著兒子的時候 也會去兒子的房間睡覺 面對傳媒的採訪 她經常都說 我兒子沒有殺人 我會一直等 希望董特首好心 可以幫她平反冤獄 最可悲的是 老人家的身體機能就越來越差了 到了一天 她甚至是沒有辦法去監獄探兒子 她只好去旺角的政府合署 通過視訊去探兒子 她跟兒子說 她會好好照顧她之前所養的烏龜 自己也會好好生活下去 看到這裡大家是否覺得余偉法頒案是沒什麼希望呢 其實這麼多年來 特首已經換了幾位 但是這宗案件 都還未等來被重判的機會 法律一直就說 強調寧眾勿枉 無罪推定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在余偉法這宗案件裡 確實還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那麼大顆鑽石要套現都很不容易 稍微不小心就很容易查到來源 事發之後 警方到底有沒有往這方面去追查呢? 大家都知道 需要為死者討一個公道 但是它必須是一個真正的公道 就不是很草率的公道 因為不單止死者 疑犯都需要公道 大家對這宗案件有什麼看法呢? 你們覺得余偉法是否真正的兇手呢?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討論 好了 今天這宗案件就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希望訂閱和追蹤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